3月12号植树节当天 机动市议会议长通知卫和市议员陈怡以及林敏勋 一起到东信国小在校长曾树华陪同夏 带领学生们在校园里面种下三棵茄冬树 以及十二株的杜鹃花绿美化校园 议长通知卫也希望可以种下希望收获健康 非常谢谢陈怡议员的安排 邀请我跟敏勋议员一起来东信国小来植树 那今天刚好是植树节 那我们都知道陈怡议员的爸爸陈老师 在这边退休 那长期在这个维持我们这个东信国小的环境 然后也推动这个网球运动不遗余力 也推动了我们中正公园的这个公园的改造 我们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种树 让小朋友来了解整个我们的自然环境 那我们也许下了一个心愿 就是种下希望收获健康 希望大家都可以认识自己的基隆 然后让我们这个学校的环境可以变得更好 市议员陈怡表示 回到自己的母校跟小学弟小学妹们一起种树种花 从小扎根爱地球要环保饮水思源 在我们的环境呢 是非常非常的每年就一直在恶化 那要靠一些生态来维持我们的环境 所以今天才找议长还有敏讯议员来到我的母校种下这些树 希望学校的小朋友小学弟小学妹们能看到我们这样的举动呢 以后也知道要爱地球要环保 然后也要饮水思源 市议员林敏讯也希望大家可以同在一起竹梦基隆保护环境 那我们同时呢就是种下希望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收获健康 那我们一起同在一起 然后竹梦基隆 过程中东信国小老师也向学生们讲解植物的品种和特性 学生们也学习到如何挖土种树种花 附土及胶水等各种程序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树苗和花苗都是由曾经在东信国小任职30年 目前是基隆市海天环境美化志工队 人称陈老师 也是市议员陈怡的爸爸所培养提供绿美化校园 综川基隆 松果治开 足够基隆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